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很高興我們這個機會來台南 跟我們市政府這邊來合作 投入這樣子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一個公益活動 那我們之所以叫做移動公益 幸福行動 其實移動是我們大概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需要 我們合唱汽車銷售很多汽車相關的商品 那這些汽車可能是作為通勤用 也有是娛樂用 那也有南北這樣子跑 運送一些貨物 物資等等 但是其實我們也發現 就是剛才我們市長又提到 其實有一些偏鄉 像剛才市長提到 其實台南也是算一個蠻大的一個城市 那有些有山又有海 那其實還是有一些區域 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經濟上出的問題 行動或者是交通不是那麼方便 可是他們還是有一些就醫 就選或者是參加一些活動的需要 當所有的公共運輸沒辦法反復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這些願望 他們的一些可能就變得不可能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情形 我們想到是說 既然我們身為一個汽車業 我們也有自己的所謂的慈善基金會 那我們應該合作 那我們台灣每個角落裡面 那些比較移動困難的這些朋友們 不管他們在哪一個地區 都能夠享受到移動的服務 把他們心中的夢想能夠化為可能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一個目標 那所以我們透過跟我們自己的這個 存欠基金會一起來合作 那其實我們已經有做了 跟新北跟台南跟高雄 那還有像拍檔老叔叔自家等等 我們累積到現在 已經有3000趟次的一個服務了 那今年的這個開來的話 我們預計是1000個趟次 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會再追加 所以希望說這樣一個資源 能夠帶給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那希望說我們台灣 所有就是說比較有需要就醫就學 但是可能交通不是那麼方便的 都能夠透過我們的一些服務 能夠得到他們包括就醫就學 或者是各方面願望的一個滿足 所以很感謝我們這個市政府這邊 給我們這個機會一起來合作 謝謝大家 謝謝